再往下来呢 叫隐识对象 十一个 那当然 这十一个肯定希望你记住的肯定不是那么多 别害怕 就四个 这个隐识对象呢 其实跟我们昨天所学的这个叫 九大内置对象 一个意思 就是人家给你的 你干嘛 用 对吧 那么这一组隐识对象呢 都是可以在我们的 这个scribe lite 就是脚本程序里面 以及我的一二百大师中使用 比如说配着contest的 我们是可以获得其他八个内置对象啊 对吧 那我们往下来看 各位 配着scope request scope session scope application scope 刚才我是不是都说了 是不是像我们request page connect get the tribute 指定去哪个作用域去找啊 那 这一个呢 也是一样的 指定了哪一个作用域去取值 这是指定了 而我们下面这些 是比较一些不常用的 比如说第一个 param param等价于什么呢 request.get parameter user name 那是不是证明我通过了这种方式 拿了个user name 对吧 这怎么看呢 跳一下本来就来吧 test 我在这里面呢 各位还记得怎么去进行跳转吧 gsp冒号for word 比如说我跳到这个 叫引试对象 对吧 那就要跳到inner.gsp吧 行吧 这一边是不是没有啊 好 甭告一边我先传值 power arm power arm 比如传一个user name 传一个阿强 那我们要获取的话 是不是得是request get power meter拿user name 对不对啊 那这边我现在可以这样了 好 我的妈呀 怎么是个空啊 删了去 delete enemy 好 还这个 做一个复制 到这右键 新键 要粘贴一下 好 那在这边的话 以前我们要获取参数的方式是什么 request.get power meter拿user name 是这样吧 然后打印一下user name 是这样吗 是不是 是啊 访问test.gsp 夸一转发 是不是就到我这个inner里边来了 对吧 那么现在你学了耶尔本拉师以后呢 就简单了 连输出再获取放一块 变成这样 怎么获取呢 $大括号 那我们说 request scope 那些是作用欲 对吗 而你这个get power meter 是不是一次请求 那这个时候怎么获得 叫param 点 什么 user name 能不能拿到 那它等价于谁 刚才我说的 等价于request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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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meter meter 谁啊 括号给个参数 是user name 清楚吗 当然这个东西我们肯定用的少 因为很少有页面这么来回传的 但是我们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叫什么 param values 就好比传个什么呢 爱好 我们之前写 hmail是不是做了个多选框 那这个多选框是不是要求的是都是同一个名字呀 对吗 那这同一个名字我是不是得有相同的name 然后在这边获取的是可能获取的是多个呀 嗯 但这个怎么办呢 我就直接写了啊 JSB mah param 比如说叫 hobby 爱好嘛 对吧 value 比如说 篮球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这个篮球改成 足球 足球改成 啥球 感应球 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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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我里跑 那啥球啊 我里跑 好 那各位注意 在这边我是不是得获取一下啊 道乐福 因为你param 你看啊 你再去param的时候 看好 param点 hobby 是不是有一个 那我们看看能获取到的是什么 走 也别说问号 这是几个值啊 一个 哎呀 妈呀 行乱码什么 那就是篮球 足球 排球 排球 是吧 你再保管一下 你就知道了 回事 拿了几个 一个吧 因为你param是不是只能拿到一个值 他是把你的顺序拿的是第一个呀 那应该怎么做呢 你说这种方式不行了 那就只能用这个了 叫param values.hobby 对 values不是 value是值 加了个s不就负数吗 多个值吗 回车 拿的是个地址对吗 而这个地址前面有个中国号啥意思 啥意思 数组吧 对吗 那我要拿多拿到多个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中国号 可不可以 这里一个 还有谁 往下来看 一个叫hider 这个hider的话 各位指的是你请求过来的这个请求头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 我们之前做过请求的东西 看一眼 比如说访问test回车 来 从来 从来 test回车 那各位你看request的hiders里边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啊 有没有 有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获取一个东西叫decept accept行吗 就获取一下嘛 对吧 那我这边不用传值了 直接在这边获取 到了大过号叫hider.r 那个叫accept tt你看他拿到的是不是我的值啊 来 吹车 是不是同一个 是吧 那这样吧 他是不是获取的是请求相关的内容啊 对吧 这个叫什么 写个注释啊 这个就是 跳转过来请求的 什么 哎呀 跳转过来请求的 投过信息有哪些 内容 是不是能获取啊 不常用啊 各位 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 一会你们自己试一下就好 OK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叫hider values 这hider values吧 就是获取多个值的 比如说accept encoding 是不是这个 accept encoding 那这个怎么获得呢 道道符叫hider values.accept 完了怎么拼来着 -en coding 是这样吗 好 br 然后敲一下 然后敲一下 飞车 哦 飞车 哦 第十几行 十四行 我没写 我没动十四行啊 - 啊 在这底下 这我写错了 accept 是我单词写错了吗 来看一眼 整个复制到这边 难道是因为少刷有号啊 我再试一下 诶 诶 诶 不是点 这样 直接加上也好 直接加上也好 诶 怎么护得不了呢 就是点我们的 accept -en cldng 诶 我昨天 还特意写了一下呢 是可以的呀 Header values 哦 中国号 这样 因为它有多个是吧 诶 咱们又少个中国号零 诶 Header values 等会啊 我先直接打印一下它 我看到能打印出来是什么 你看 因为拿Header values 是不是有多个值啊 多个值 多个值 哦 我知道了 是消息 accept -encoding 我的妈呀 这样才对吧 然后再加个中国号零 不就拿到是一个值吗 不就拿到是一个值吗 这回对了吧 啊 然后再往下有个叫cookie 等价于什么 cookies 是吧 那我就这样了 我有cookie吗 没有 那就直接cookie.get cookie.get 这个叫 接 sessionID 是不是每一个服务器一启动都会给一个sessionID啊 对吧 获取一下呢 走 有吧 对不对啊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叫initial program 是不是初始化的参数啊 那这个我是不是得到sessionID的contact里面去配啊 对吗 那这怎么配啊 整个tomcat启动的话 我在这里面配什么 服务器即动配的是什么 怎么死的呢 应该配的是 sessionID initial program 哎 这个sessionID的contact怎么配来着 可不是init啊 不是啊 也不是sessionID的contact 哎 啊 这呢 这呢 user name 然后寸个一二三四 行吧 然后我到这边要获取的话 就拿的是dollar for initial program.user name 有吧 啊 那我把这个我这得重启了 看能不能获取 随时 可以吧 啊 那这个是不是获取的是初始化的呀 对吧 这一共几个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再加上这四个十个十个再加上page contest 是一个吧 对吧 他也是他也是个已是对象啊 不对吗 昨天是不是他那吃个内置对象啊 对吧 那一二表大师是不是也可以用 对吧 一共十一个 我们是不是都看了一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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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